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4月20日 星期三 這節先跟各位網友先跟進一宗怪文 話說有個伯伯拿了10元紙回來剪開它 分開兩張分來用 結果不少商戶是中了 只收到半張10元紙 除了商戶之外 各位的老友記可能真的要特別留意 情況如何這一節跟各位說說 另一宗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黃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上水有一個古惑的老伯 將10元紙的紙幣展成一半分兩次用 街市當口受害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上水石湖區街市近日有一位老伯 將一些展開一半的10元紙 對折給錢來蒙混過關 令商戶蒙受損失 有商戶發鐵文呼籲其他市民和商戶都要提高警覺 一位在街市開店的網民 在上水人大聯盟上載圖片 可以見到有三張被剪稅的10元紙幣 他透露近日發現這個錢通中有幾張半張10元紙 詢問家人的老人家才知道有一位老伯 將錢對接來付錢 有預謀地很快付了就離開 當你一打開發現只剩下半張的時候就已經不見人了 網民詢問附近店家原來老伯已經是慣犯了 網民就苦惱不知可不可以去銀行處理 提醒市民和商戶收錢的時候要小心謹慎 有網民就氣稱 這個是一個有緣人的遊戲 憑著銀紙的號碼找尋另一半 發貼文的人就說 那即是要找三個有緣人 與其找三個有緣人 那不是找那位當事人好過 免得有更多的受害人出現 所以就溫馨提示一下大家 收錢的時候要小心點 市民就要注意 第二 鈔票是屬於發鈔銀行所有的 市民持有只是擁有那個鈔票的使用權 市民逃污 毀壞 在鈔票上簽名 或者撕毀鈔票都屬違法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60條 鈔票也列入財產一項 任何人如果在沒有合理解釋情況下 破壞或者損毀他人財產都屬違法 根據金融管理局的資料 市民可以將破損的鈔票拿去發鈔銀行更換 銀行是會按既定準則來驗證真偽和損毀程度 例如會驗這個鈔票是不是真抄 檢驗防毅特徵是不是完整等等 損毀面積有多嚴重等等 一般而言如果沒有上述問題 銀行都會兌換給市民 市民切勿將兩張不同號碼的鈔票黏貼在一起 否則就會構成合成鈔票 並不符合法定貨幣 這一則都是網絡熱話 由上水開店的朋友幫忙提醒各位 近日有個老伯把10元剪開一半使用 除了商戶有機會收錢的時間中招 市民用的10元也有機會中招 各位老伯近期收到10元 特意看看是半張還是一張 另外也跟進另一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187間學校今天服貨 再多4位的私生染疫涉及三間學校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第五波疫情開始回落 本港今天新增668宗確診國安 是連續6天回落到千宗以下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 歐家榮指 今天有187間學校服貨 41間學校來自港島 70間來自九龍 76間來自新街 今早所有學校都有申報學生檢測情況 絕大部分都沒有出現個案 但是有三間學校情報個案 涉及兩間九龍區學校 和一間港島區學校 包括四宗個案 歐家榮指 其中兩位學生是來自同一間學校 相關學生都沒有上學 並非在學校感染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現在陸續復課 也有不少朋友上學之前做快測 也有學校向有關當局情報有人中招 看來還要密切關注相關的數字 今天繼續是600多宗 仍然是1000宗以下 不過那個確診數字據了解比昨天又高一點 不知道會不會再有反彈的情況出現 另邊商和各位網友跟進一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51分鐘賺12萬 19歲女就墮囚職騙局 不見了1000元就滲笨 有一個原因 網民是不表同情的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網上求職騙案時有發生 如果遇到薪金高或工時短 還要先給保證金的招聘就要加倍 小心 有個女生在討論區發帖文表示 她在IG看到有兼職招聘 只需要給2400元的保證金 51分鐘就可以獲得12萬的薪金 於是去見工 結果給完那個保證金之後 對方再沒有回覆 埋單計算被人騙了1000多元 所以向網民求救 後悔感嘆被人騙了 蠢得哭 鐵文引來網民熱烈討論 認為便宜莫貪 奉勸樓主經一事 掌一致 當交這個智商稅 有一位19歲的女生在年登討論區 以被人騙蠢得哭 為提發出鐵文 並上載多張WhatsApp和IG等截圖 指自己見IG有人就招聘兼職 不知道有問題之下 就應徵並給予保證金 結果就被人騙了1000多元 她就說 蠢得被人騙了1000多元 怎辦呢 有沒有人可以教我怎樣做好 付完錢他沒有回覆我 還要封鎖我 穩極都沒有人理我 從這個女生上傳的圖片可見 相關的招聘、標榜、學生、家庭、主婦、失業、代業 都可以做的 聲稱支付800元保證金 17分鐘公時就可以獲得4萬元的新金 給1600元的保證金 34分鐘公時就可以獲得8萬元新金 如果支付2400元的保證金 更可以在51分鐘的公時獲得12萬元 又聲稱保證金是會在出糧的時間退會 而應徵者需要先付保證金 才會再詳細說說工作時間地點 圖片又見到招聘者在IG展示了一大袋1000元自白 貼文引來網民熱烈討論 大部分都不表同情 直指要那個女生經一事長一致 不要再天真、便宜莫貪 網民就說 19歲被人欺騙千多 比29歲被人欺騙幾筆東西 經一事長一致 亦有網友就說 千多元就當作買個教訓 近期這類招聘廣告可以說特別多 不知道各位網友有沒有收到 說可能電話短訊都有 每天都會發幾十個短訊給你 又說在家工作 出了很多錢糧給你 這個19歲的女生就說 做51分鐘有12萬 沒有聽錯 做51分鐘你有12萬 信了 於是就給了保證金 可以說是老筍還沒收到 結果不少網友就炮軍 他兼斥希望 即是苦口良藥 大家都是苦口婆心地叫你 經一事盡一致下次就不要再中招 令編商跟各位網友跟進這一則網絡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私家車地盤外面 圍拍 環保斗前後包抄 網民就說 學功夫就能出到車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不少屋苑都嚴厲打擊 圍拍 其中在長沙環海達村 有私家車懷疑因為圍拍 結果被兩個環保斗前後包抄 沒有路可走 有人更加在車頭放了一張告示 寫著地盤範圍 請勿拍車 一切後果 後果自負 街坊將那張照片上載到Facebook群組 馬路的士討論區 之後引起熱烈討論 有網民就笑言 人類都要犯同一個錯誤 也有人說 學功夫就能出到隔車 也有人說 認為 做得實在太好了 拍攝10天8天 大家看到那張照片 看到那輛私家車前後也有個環保斗 再看近一點 原來有張紙 在私家車車頭 我張紙上面寫著 低盤範圍 請勿拍車 一切後果 後果自負 不知道各位路友記 若然駕駛高手怎麼看 這個情況 前後也有個環保斗夾著車 是不是代表車 吞不出來 於是有人說 學功夫就能做得到 可能是一掌 把車推出去外面 你就能走 當然這個也成為了網絡熱話 網民真的可以說是 即即清奇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篇繼續聊天